太辛苦了是不是 OK 好,沒有關係 這個章節是比較需要思考的 如果說你了解了原理這個概念之後 其實這一章都不用什麼背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相對來講是比較有趣 然後不用太去記憶的一個章節 但是又非常重要 我是這樣覺得 好,那我們就繼續跟大家介紹一下幾個概念 這邊有的有講到說 你會發現說那做起來之後 如果說我們今天兩兩做的時候 一個是0.5 ym做的是34.5 剛才有同學講說 我如果要知道說y是在這一邊還是在這中間 要怎麼做呢? 就在做y跟m之間 做出來的距離是35.4 結果後來發現說 為什麼這動不起來 這個加起來以後明明是3 如果說這兩個這樣加起來 我已經知道說他們距離 就是位置的話 那理論上我應該可以34.5加0.5給35 就直接說是y跟m就是35就好啦 好,為什麼 答案卻是說沒有一致性 就是說沒有加乘性 為什麼 你可能有雙重互換的機率 有雙重互換的機率 OK 其實這是沒有錯的啦 好,那你又要什麼補充嗎? 有沒有補充的 W本身是怎樣 就是可能它不是一個點 就是可能它不是一個點 W本身不是一個點 是什麼意思? 就是y跟m之間 有包含到w本身 就是w本身的那個 你說那個基因的距離是不是 OK 你想的很細 不過這是一個好想法 但是我們似乎也沒有考慮到這樣的問題 我剛才同學有了一個不錯的想法 他說w本身是一個基因 一段基因 他收聽師本身有距離 那有距離會不會影響到他的那些精準性之類的 這也是有可能 不過我們在這裡面 並沒有探討在這樣子 那反而是第一位同學講說 的確 這就是我們的圖 就是說 因為我們一直在講說 這兩個基因之間 這個是不是 我們一般一直在講說 交換 以交換一次為主 但是實際上 有時候 他在中間過程 也許會有交換兩次 就是會有多次的交換 OK 所以說其實這多次的交換 就會造成說 其實他的ratio 並不是一致的 所以說這邊 當然大家就會想說 那怎麼樣才會相繼 尤其你看這個距離這麼長 這距離這麼長 表示他中間是不是會 莫以其妙多了好幾次交換 對不對 有可能有這樣的幾率存在 OK 所以說這就 等一下我們就會講說 那到底合理的距離是多少 就是說我們一般來講說 兩兩基因那些算的話 請問所謂的RF值跟所謂的正確值 有沒有一個比例 各位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也就是說我今天的正確值 當你的基因越來越長 距離越來越長 可是我們剛才講RF值 是不是最高只有50% 對不對 RF值是最高50% 所以說當你的基因 你的本來理論上來講 我們認為說應該是距離是多少 就能夠到多少 但是事實上是這樣 你隨著你的距離越長的時候 你有沒有可能達到一個50% 剛好50% 答案是50% 還是說它的曲線 請問曲線應該是會這樣還是這樣 A或B A或B 可以想一下 當你的距離越來越長的時候 你會趨近怎麼樣的值 那邊看得到嗎 看得到 好 所以是你覺得曲線 正確值跟RF值應該是A或是B 應該是A或B B為什麼 我剛才有大概提供了 最大值是多少 50 所以隨著這距離越長 距離越長 它最多只能趨近到這裡 所以說它最終它只能趨近到 趨近到最大值 就是這樣 好 這裡我們公司 等一下我會再提到 好 這邊就開始 我們已經已經學會了一個兩點定位 所以就開始有一些題目會出現 題目大部分就是跟你講說 有好多基因 它的基因的配爾是怎麼樣 然後它的RF值是怎樣 那請你去畫出它的一個順序 我這邊很快跟大家大概稍微講一下 如果有機會的時候 應該回去可以稍微去練習一下 那這邊呢 列出了大概就是Y YVMW這幾個基因 那它會怎麼做呢 首先你就是 大概就是先找幾個 像這個K值呢 就是先找YW YM跟 YW跟M三個基因出來 那三個基因一出來以後 你就先把最長的畫出來 34.3 YM 那你可以YW 就可以畫出它距離 那W跟M呢 三次剛好是建它們中間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說 算一算加起來也不是等於這個值 OK 可是藉由這個值呢 你可以知道說 原來它是屬於外側 W是建它們中間 這個東西是可以去決定的 好 那再來呢 下一個就可以去決定 YVR YVR 那你可以YVR 這個部分呢 一樣 就是可以按照這個地方 可以就畫出來 那 如果說你可以看到 已經YVR 這個是另外一個方式 你可以看到說 如果說全部都固定Y 那YW是距離1.1 那YV 33 那YM 30 33 34 然後YR 就是距離 就排出去 是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 最後一個部分 如果說 你就可以藉由這兩個 去做一個總和 那它的距離是怎麼樣 那5J的重點 其實不在於說 當然這個線蠻簡單的 你會量量去看 那最後最後一點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藉由Combine這一個跟這一個 你可以知道說 YW是1.1 W跟V W跟V W跟V呢 這邊雖然沒有寫 這邊是沒有做到 可是你可以看到說 W跟V這邊有32.1 拉下來 V跟M呢 4.0 這些時間 加起來呢 是55 可是你這邊明明看到 Y跟R是42.9 這個是55 哪一個比較轉 你可以看到說 這是兩兩得到的距離 這個是最長YR直接做的距離 一個是42.9 一個是55 哪一個比較準 哪一個會跟真正的距離比較 比起來哪一個比較準 42.9 42.9比較準 贊成的舉手 反對的舉手 沒有人反對喔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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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是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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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42.9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他互换你 有没有可能超过50%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嘛 尽管他超过了 他也最多只能给你到40级 50级 40级对不对 可是他的距离明明超过 所以谁比较准 当然是这个 那你会觉得说怎样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一个概念是什么 一个概念就是说 当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 其实是越来越不可靠的 距离越长越不可靠 所以什么样的距离才算是可靠呢 就是说在小小的距离RF值 可能小于某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是比较可靠 因为他这边是属于直线的 比较连向的直线 一超过多少距离的时候 可能他就已经开始偏区 所以说你可以发现说 这个很有趣的现象 那就像我跟各位讲 如果说你要试下Y.U跟Y.M 哪一个距离 这两个距离算起来 那如果说要测Y.M 你看这里算起来是34.3 这里算起来是1.1 32.9 看起来是哪一个 这个可能 这个我们先看一下前面的一个 所以像这个 这个算起来 你会发现说 这里算起来是30 30 35 这里35.4 这里这距离不一样 所以说我会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属于相对位置 有时候这个东西 这样算起来 这个会是比较精准的 因为这个呢 只有算这两个 他忽略了中间一大段的一些变化 各位了解意思吗 他也许会比较高 也许会比较低 但是基本上 一个一个做呢 会是 累加起来呢 会是比较精准的 那这当然也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涉及到刚才我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最大只只有50 只有50 所以你只要超过50呢 它全部都不会呈现出来 它一定小于50 所以说像YR 你如果这两点做 只剩42.9 可是实际上 它真正距离应该是超过55的 好 那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边才讲 Close two points are more accurate than third point 就是说两点 平时两点的距离呢 会是比较精准 比那个第三点 比较远段的距离来讲 分段算会比较精准 好 这是给大家讲的这个概念 好 那这下来就是只是一个介绍 就刚才我们讲的 说parental的 这其实都讲过了 这个recomment 最多就只有25% 只有50% 因为你parental已经占走了50%掉了 OK 好不好 那这个部分我就直接讲比较快 最高的只有50% 那这只是跟各位讲说 我们以前我们在美国上课的时候 这个东西 这个其实是美国的速限的这种限制 他有时候会写这样 他有时候会写speed limit OK 那这个是美国的速限的标准 这是 就是我们就讲说我们在这个做这个genetic mapping的时候 这个速限不会超过50% 就这样 OK 好 那这个第一个阶段有没有什么问题 两点定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会推展到三点定位 我们刚才有人讲说 这边有提到说 我们其实也是三点 我们都是两两去做 那我想要说 如果说这三个性状一起做可不可以 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video里面有提到的 它三个东西一起做 所以它的性状呢 就会出现说两边 两个在一边 一个在另外一边 的这种概念 好 那三点定位呢 这边有讲说 三点定位有什么重要性 三点定位 为什么要做三点定位 那当然也是 就想说为了方便嘛 就直接一次做 三个性状就可以直接一次做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那三点定位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 既然有三个点 三个点最重要是要决定什么 除了距离之外 最重要是决定什么 你如果两点 你如果说一开始 你决定了A跟B 你决定它的距离 是多少Map Unit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到底是A跟B 还是B跟A 有没有关系 你不知道啊 你一定要靠第三点做出来 才知道 所以可是呢 你如果说真正在做的时候 我一次 就直接做ABC三点 那这有什么样的概念 一次做ABC 我除了可以了解距离之外 除了了解距离之外 我还可以了解什么 相对位置 OK 相对位置讲的可能比较绕口一点 相对位置或者是 或者是说 相对位置当然啦 ABC是一个 请问它的另外 还有什么样的可能 可能的排法 ABC 这个你叫做一种位置 那你刚才所谓的相对位置 一定是 还有另外一个位置 跟它也是一模一样的 是什么意思 可是有个东西 绝对不会变 你刚才讲的相对位置 是什么意思 我们用他们的一次 去射出他们几确的问题 OK 好 距离没有问题 好不好 那相对位置 相对位置 其实你刚才讲的相对位置 应该是 应该是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属于距离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什么 顺序 好 所以说 我们刚才讲的 除了ABC的顺序之外 请问CBA的顺序 跟ABC的顺序 算一不一样 一样啊 一样啊 你怎么知道 你哪有办法去区分 除非你有办法区分 这边是头或是尾 可是我们一般在定位的时候 没有办法去知道 谁是头是谁是尾 但是我们也有办法决定谁 决定什么 我们没办法决定头尾 但是我们有办法决定一个东西 这个地方也是相对顺序 请问顺序是 哪一个是 谁是特别重点 在这个ABC里面 谁是重点 这应该不会太难吧 B嘛 为什么要是B 因为谁在中间啊 谁被夹住了 对不对 不管是ABC或CBA 永远 他们两个或许顺序都要 但是有一个不变的东西 就是B在中间 好 所以其实三点定位 很重要一个人就是说 你可以决定它的距离之外 你也还可以决定它的顺序 其中顺序里面 最重要的是中间这个位置 中间点啊 OK 好不好 所以说中间点就是 我们要去抓 那中间点怎么算 怎么去找 这个基因的sequencing 就是这个图 简单来讲 一句话 两次close over 所被交换的是哪一个形状 两次close over 所被交换的是谁 是哪一个形状 是什么样的形状 是哪一个形状 中间的 中间的 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结论 你今天交换一次 可能交换左边的 或是说你交换一次 可能交换到右边的 你就算是交换在这里 交换到A 你交换在这里 你说不会啊 我交换到AB 那其实相对意思就是交换到C嘛 对不对 好 可是我有一个东西 你如果交换两次 谁会被交换 会被换走 就是B啊 就是中间这个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结论 交换两次 中间那一个 就会被立体 涂出 显著出来 那个形状 那个形状 注意哦 那个形状 好不好 那这边呢 我们刚才有在讲 其实我们 如果说做一次交叉呢 叫做 Single Close Over 做两次的交叉呢 就叫Double Close Over 所以我们这边 有稍微 一开始有提到 如果说只是一个 一次的互换 这种叫做Single Close Over 如果说有两次的互换呢 就是Double Close Over 那我们刚才有讲 Single Close Over的几率 Ratio 一定是远大于 Double Close Over 这个东西 大家稍微也知道 所以要两次交换 当然就是比较低的 好 那为什么刚才D 已经有在提到说 这个是一个几率的问题 因为它两个是 这两个是独立的事件 所以说既然独立的事件 你今天你要产生这个 又产生这个 你的几率呢 就是要有成绩 那成绩那当然 你看如果说 以0.0 就是3%跟2% 算起来就变0.06% 几率就是变 就是比较低于百分之 就是小于100倍 大概100倍 OK 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 现在就来做一个练习了 这个也是会让大家 做一个Homework 所以大家如果听不懂回去还有机会去做 那如果说回去做一次还听不懂 那考试就拿不到分了 就是这样 那这种东西 这个就是一定会考的 好 我们先看一下说 一样 他得到一个Hetoron 就是这个 我先跟各位讲这几个 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呢 灰色身体 要开始有概念 灰色身体是正常的 红色眼睛是正常 圆形的眼睛也是正常 然后他这个MUTAN是什么呢 黄色身体 OK 开始想想 因为我没有这个图 所以我必须要用 又只能用讲 黄色身体 要概念 白眼 大家知道 这个眼睛呢 是中型的眼睛 是很像那个 金钟讲那个中的那个眼睛 就这样 所以有三个性状 好 来咯 我们开始要去做 做这个配对咯 配对了以后 就开始说 一开始一定会有 Parental的Phenotype 如果说你按照这个去 去分配Hetoron 去分配 公的是MUTAN的 那你可以看 根据 根据所谓的 那个这个叫做 Parental Square 把那个 两个性状呢 就是单一基地 分在一起 然后Gaming地放在这边 然后去配对 配起来后 你会得到说 我第一个呢 得到的是什么呢 黄色 你看这里哦 这里是None Kosovo 表示这里都没有交换哦 所以我得到的 Phenotype是什么 黄色 白眼 跟中型 这不是跟原本 父母亲的那个 MUTAN一样 这是不是跟父母亲的 Wild Type一样 所以这个是None Kosovo 得到的Ratio呢 你会发现 它是4000多 4000多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如果Single Kosovo 这里做了Kosovo 那你会得到什么样呢 你会发现 为什么这个黄身 被移到旁边去了 所以说你看它除了 除了留住了两个性状之外呢 身体的颜色呢 已经变了 所以说你看这里 黄身留着 可是红眼跟圆形 已经被换掉 就表示说它这留着 这已经这边互换了 所以它变成说 得到了Wild Type的 红眼跟圆形 正常的眼睛 那如果说是另外一个呢 就是相对的是 灰身白眼中型 了解吗 好 这个Ratio呢 是87 这个数目是80-70 再来另外一个Single Kosovo 是Kosovo在这里 然后呢它得到呢 居然是只有眼睛这个地方 有做交换 那所以说眼睛的形状 圆形跟中形做交换 那其他两个性状都还存在 没有问题 好 再来最后一个 如果它经过两次Kosovo 就发现什么性状改了 有一个红眼跟白眼的性状改了 虽然说两个性状还在 但是其中一个这个这个形状呢 已经改了 而且这个呢 机遇最低 这只有三支 三支 总共只有六支 我们如果来看一下 Percent and Teach 你可以看到这里呢 占了94% 跟爸爸妈妈一样哦 Single Kosovo呢 结果占了1.5 占了4% 那占了1.5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 Single Kosovo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Y跟W的距离嘛 就是1.5 那4%呢 代表这个W 就是这个的互换率呢 是4% 代表什么距离嘛 对不对 OK 好 那Double Kosovo代表是什么 代表等一下我会讲 好 那所以说你如果说在 在那个显微记下 可以看到一大群苍蝇 然后去分 你就可以分出这几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六八个 那有一个Grooper就是这个 有一个Grooper是这个 最多 那有小小的Grooper呢 是是这个 有小小的Grooper是这个 那有这个 然后一一七最少最少的 就是发现 它是红眼 它是白眼 但是它的身体呢 是灰色跟圆形 或是红眼黄色跟重型 我把这个形状把它列出来 就是告诉你说 你们真正在做实验的时候 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那你这个地方就要先去分分别类 分分别类 你可以得到这样的数据 得到这样的数据以后 你就会发现 好我们就开始要来想想 这怎么换算成基因的图谱 那我刚才讲 Y跟W占了1.5% 占了1.5% 所以它是1.5的unit吗 不对哦 等一下我们要讲 为什么不对 你一开始会觉得是这样 Y跟EC呢 就是重型眼睛呢 占了4% 看起来是对哦 可是请问一下 它有Double Crossover Double Crossover 也会包含Single Crossover 有 所以这个Ratial要被架上去 所以Y跟W 其实要1.5% 加上这个0.06% 所以它真正距离是1.56% 所以就是1.5% 加这个0.06% OK 了解吗 那同样的W跟EC呢 Single Crossover 要加Double Crossover 4.06% 了解吗 所以说你都要这个距离了 那我们刚才跟各位讲 请问一下 为什么你知道 这个白眼 这个眼睛是在中间 你就要去看一下 Double Crossover 所产生的Phenotype是谁 所以它一定是 最小的population 所以你就知道 W白眼睛是在中间 OK 就这样就解除了 这个概念 有没有问题 其实这个我讲没有用 一定要你们自己去算 因为这个形状 这个东西 这个如果说 如果说你有没有 直接去看过 去算过 会很模糊 但是我想我这样的讲解 应该算还蛮清楚的 甚至要就是你们自己去 一个一个人去算 好吧 反正我们有家庭作业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然后再去看 简单来讲 两个重点 第一个 Single Crossover可以算什么 可以算出这三个基因的相对位置 OK 但是不完全是因为你还要加上Double Crossover 那Double Crossover要干嘛呢 决定中间是哪个基因 了解吗 就这样 就这么简单的几个步骤 好不好 所以说 大概是这样 那 这个也是 接下来这个地方 也是跟你讲说 如果说 在做这个题目之前 你会想说 我怎么知道 W一定是在中间 W一定是在中间 那他可能不会给你 这样的图给你做 他可能马上 先给你这样图 这个是一个真正的 类似的考题 我今天跟大家讲 如果说有一个 有一个 Mating呢 是Wild Type Yellow 跟中型的眼睛的这种 这种Mutant 了解吗 好了 我现在跟各位讲 我发现了F2的Phenotype 有一个是 只有白眼睛的 另外一种呢 就Yellow身体 跟中型眼睛的 这种两种Phenotype 这种两种Phenotype 在这边 应该想说 白眼 Yellow 应该想说 这是同一种Phenotype 就是它是 它这个Phenotype 是怎么样呢 我这边画一下 它这种Phenotype 就是白眼 然后呢 身体是什么 是黄身 是黄色身体 然后呢 它的眼睛 是中型的眼睛 OK 所以说 它的眼睛 不是这种眼睛 它的眼睛是 属于像时钟 一样的眼睛 OK 所以说这种Phenotype 那跟正常的比对来讲呢 正常的比对 本来应该是 圆形的 红眼 或是灰色身体的 灰色身体 本来应该是这样子的 结果呢 你今天Phenotype是这样 那你就会去想一想说 这个东西到底 它的变化是怎么样 各位 你要 还要去对照 另外还要去对照一个 就是说 它另外有一个 Mutant 是黄色身体是白眼 然后 白眼 诶 等一下不对 等一下 我看一下 因为这个有时候Phenotype 如果没有自己画 有时候会搞不清楚 一个Phenotype 它这个眼睛 我觉得这比较 这一题 并不是特别好的例子 原因也是因为 它的Phenotype 已经包含了 它变白眼 又变中型 这两个Phenotype 那它在这里的话 OK 这个Case是 它是 说它产生了 白眼 黄深 跟 哦不对 对 我讲错了 好 这个虽然是 是Wildotype 是 是Wildotype 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Phenotype 是这样 没有错 黄深 然后呢 它们现在 我们说神圣 闪生的配置 是两种 是两种Phenotype 一个就是 单一白眼 然后它的身体 是对的 身体是 是灰深 没有错 OK 所以它唯一 变的Phenotype 是什么 它唯一的 就是说 它变的Phenotype 就是 中 那个 形状 眼睛的形状 眼睛的形状 OK 就是 就是眼睛的形状 那另外一个 缺的是一个眼睛的形状 还有红眼 还有红色的 两个啦 两种 这两个 缺的是两个 那另外一个呢 缺一个 你看 这个缺了两个 正常 这个缺了一个正常 缺了另外一个 一个是 红眼的这个部分 所以它可以得到这种Phenotype 那这个Phenotype它说占了多少 占了0.06 所以在这0.06以后 你就要从这里面去判断说 到底它的基因排列是 W-Y-E-C 或是 Y-E-C-W 或是 Y-W-E-C 了解吗 那你就这样说 我这个要怎么判断 其实如果说 按照 按照这样的话 按照这样的话 你可以用 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说 我先假设 1-2-3 然后我就这样子去排 那如果说经过两次交换之后 因为这是Double Cose Over 你经过两次交换之后 你可以得到 它的Phenotype是什么 你可以得到Phenotype 如果说 这个黄色是正常 所以你得到Phenotype是 白眼跟中型 那这个呢 得到Phenotype是Yellow 请问这里跟这里 对照一不一样 这个Phenotype跟这里 对照一不一样 一样吗 不一样啊 你应该是得到 一个是白眼的 一个是Yellow 身体跟中型的 不对啊 跟这个不符合 所以说 这个海巴士就不对 那第二个对不对呢 第二个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经过两次交换之后 你得到的应该是 中型眼睛跟黄身 白眼 跟这个符合也不符合 所以也不对 所以当你如果说是中间是W的时候 是白眼的时候 你经过两次交换 你可以得到说 两次交换以后 你可以得到一个Yellow跟 跟所谓的中型眼睛 跟白眼的这两个Phenotype 那这个Phenotype跟这一对照 就是这个 所以谁是在中间 就是W 所以你可以看到 用这种图法列号的方式 假设法 你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那另外一个方式呢 我就跟各位讲说 就是一个立体图书的概念 如果说经过两次交换之后 你会发现说 谁会被隔离开来 就是这个白眼 所以说这个白眼被隔离出来 就是像这个在中间的概念 好不好 了不了解 这个不容易 但是呢 它的概念就是这样 要靠哪里去想 好 那我想这个就先介绍到这边 因为这个讲太多 你们还是要自己实际去操作 会比较OK的 我们刚才有讲到 什么时候 理论值跟实际值有差异 其实就是这样的图 你看最大的只有到50% 所以理论上来讲 距离到50的时候 应该就是最大值 可是不然 你会发现 当距离越大的时候 它就越失真 那这个地方 有没有一个方式来试试 就是这个 这个要够背 不用背 但是这个呢 反推回去 请问 大概距离多大的时候 是比较准确的 其实大概就只有在7 的Central Morgan 也就是说 大概就在这里 是直线的单位 所以说你要是大于7 其实相对就有点偏离了 各位了解吗 距离越短 其实是相对的 越准确 那所以说你可以知道说 如果说这样的距离 加起来就会章成整个基因的 这个图负 的基因突 об OK 好不好 那这个 这个部分就是这样 通常就会想说 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 为什么这个会突然下去 其实这边就有提到一个名词 叫做干扰 因为 Crossover的过程中 其实在中间有一些干扰 不管是促进交换 或是它意识交换 这个都叫干扰 那干扰怎么去计算呢 干扰计算 首先你要先算出 所谓的预期值跟观察值的结果 这预期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 Double Crossover 你可以去算 Double Crossover怎么算 你借由仪式交换 跟仪式交换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几率 然后呢 可是Observe 你就直接去观察 观察这个结果 得到一个值 像这个Case 其实就是 9.7 是Single Crossover 算起来得到的 可是你Double Crossover 你是观察值 你观察值是7.8 所以说如果说 0.078 在这里是0.8 所以说你的干扰值是多少 就是以前这个C值 这个Case 等值 好 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干扰 干扰值其实是什么意思 其实干扰意思只是说 Double Crossover 这个中间产生 像一般来讲 如果没有干扰 你预测值跟实际值 那当然是相等的 可是如果没有Double Crossover 你可以看到 如果没有Double Crossover 代表意思是什么 代表没有Double Crossover 这里是0 所以0的话C是0 它的干扰值是1 所以为什么会没有Double Crossover 就是它被干扰 所以它就没有出现任何的Double Crossover 好 那这个是一些数学 就是灌进去这个部分的结果 好吧 这个就是最后的看扮 从我们刚才介绍 如何决定三点定位 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 父母亲的长相 然后你一定要知道Double Crossover 因为你才可以得到 它中间的是谁 然后决定它的顺序 决定它的距离 藉由Single Crossover去决定 最后算出这个参数 然后再去算Innerference 好不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最后就可以算出这样的图符 你看这个就是摩根 他们当初做了多少Muton 最后去把这个图符给画出来 当然当初没有这么多 最后它有慢慢的接近 可是他们很多很多 领导台就是这样看 所以你会看到果蝇的图符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夸张 为什么果蝇的图符 都不是什么什么基因 都不是什么眼睛 什么翅膀 什么触须 什么什么有的没有的 所以你不觉得很奇怪 请问一下 我先问一下 请问一下这个颜色的身体 这是什么基因 这到底是什么基因 的话一定要让它变成黑色的身体 你也不知道 因为你只能从性状去了解 可是现在就不知道 也许某种程度上 有些基因已经被解开 到底是什么基因造成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说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一对染色的体 第二对第三对 还有第四对 其中你可以看到 像第二对染色的体 它全长有107 所以各位 你觉得这个染色的107 我们不是说最大值是 互换率是只有50%吗 所以说它最多只能做到 距离只有50% 那它107怎么做出来的 这个107 这个基因是107 可以看到这里 I以及这个基因 是这个处虚的 这里面去有107 请问这两个基因 如果你用这两个基因的性状去做 它的RF值是多少 107吗 它RF值会多少 我如果给你这个图 我给你讲说 你去做实验 你就做一下 这个处虚跟 跟这个Bristal 就是钢嘛 你做了这两个以后 请问你 预期你得到的RF值会是多少 50 好不好 没错 最大值就是50 OK 那 然后我现在再问你个问题 如果说你把这个处虚 跟这个 跟这个 把眼 做在一起 做在一起 请问你得到的RF值会是多少 请问你得到的RF值会是多少 我讲的是处虚跟白眼 请问你得到的RF值会是多少 处虚跟白眼 50 对没错 也是50 因为它是不同染身体 所以独立分配率最大就是50% 对不对 OK 因为它没有互换的概念 它一定是独立分配 它不会出现整个互换 好 所以我们就讲说这种性状呢 其实就是这样的概念 当年距离超过50 或是说超过 或是属于独立分配的时候 它呢 它就是所谓的互换率 就是会出现最大就是50% 就是这样 OK 好 那我想呢 主要就是讲到这边 那接下来这边呢 就是讲说 现代的技术呢 是怎么样 怎么做Cromos同免屏 以前就是2点2点去做 那这边做到107 那它是怎么做的 那它怎么去做出来 它的距离跟肛毛的距离是107 它怎么做的 它怎么做的 两个两个做 然后慢慢加起来 没错就是这样 你可以这两个做 这两个做 这两个做 这几个做 一直做 交叉做都没关系 一直做一直做 做到最后呢 最后就把这个距离整个人加起来 就是它跟肛毛的距离 好不好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早期的 要做在这里基因定位的时候的方法 那现在呢 现在怎么基因定位啊 你觉得现在 现在是什么基因定位 现在当然是用定序 OK 定序没有问题 定序 DNA序列一出来 那都没有问题 那在定序之前呢 是用什么基因定位的 这个就是在这里啊 先 这个是最目前 目前用所谓的 Compute Database 就是已经DNA定序 那早一点呢 叫做DNA Marker DNA Marker是什么概念 有要调讲吗 DNA Marker 不是 不是荧光 好 这个部分可能听起来 大家有点详细 假设我跟大家讲 台湾 因为哦 这个是一个比较 初向的概念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一个台湾 其实我如果跟你讲 很多很多稻田的地方 你会想到哪里 很多很多稻田 如果以西部的话 嘉义 今天来讲说高苏公路 我们都知道现在高苏公路 如果定位 表示说它上面的 里程数都决定了 可是呢 我如果还没有告诉你 里程数 我只告诉你说 有很多稻田的那个地方 你就要想一想 是在这个地方 很多污染的地方 你会不会觉得在哪里 高雄 在这里 那请问高雄 就是说 这个很多污染 跟稻田的地方 距离是多少 你可能就知道 很多很多大城市的地方 这个大概在这里 这个就叫做马克 DNA上面有一些序列 它序列有一些特别的样貌 它这里就是叫做DNA马克 所以我们不知道 DNA这个距离多长 但是我们只知道 只说有很多稻田的地方 有很多建筑物的地方 有很多什么 甚至有很多电线杆的地方 或是有很多 或是有很多 这个什么东西 一大堆 就是DNA序列 有很多它的一个指标 那那个指标呢 其实就是像什么 ST啊 VNT啊 这个我们在后面的章节 会听到 就是染色体 到底长相是什么 要让大家知道 那这些都有 它这些序列 叫location 我们就用这个去标定 那你如果说 然到这个标定 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很多污染地方 它可能就是在 位置在四百多的地方 因为就是距离 如果说 因为我们认为说 这个以这个 很多很多建筑物的这个地方 假设是当作基点是零的话 这个好像很多污染地方 好像是距离是四百的那个地方 是用这样子的去定位 这样去了解一下 DNA的相对位置 好不好 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概念 马可的概念 这只是另外一个技术 以后也会讲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最后要跟大家讲说 如果说 也不是最后啦 那你 刚才我们讲过了 这个染色体 我们都知道说有交换 请问你真的看到交换了吗 我现在就要来问你 你真的看到交换了吗 你染色体上你看到这样 各位认为说有交换对不对 这是一个第一个证据 有交换 OK 好 那第二个证据呢 你怎么知道它交换了以后 有没有真的交换 我也许只是做个样子这样子 有这样子还没有交换吗 你怎么知道它有交换啊 要怎么知道你有交换 谁解开了这个问题的 你先答一下 你说同位数标定 方法是OK 但是太抽象模糊了 这个应该 应该 像这个应该是放射性 这个是不是放射性 我也不知道 这可能是用染色的 但是不在我们这个讨论的范围 也不是 你说 本来也是想要用放射性 但是这个是一个概念 如果说 不要说放射性 如果用荧光好了 记记得我给你们看 那个生气时的荧光 它第一号染色底 跟第二号染色底 用不一样的荧光 它交换你就可以看得到 对不对 OK 这个是现代的基础 那时候哪有这个基础 那时候顶多就这样看到 看到这个 显微镜 看到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 可是看到这个以后 你怎么知道 它这样子了以后 真正有交换 我们说 染色底交换了以后 第一个 这个染色底本来是这样 后来变成了 变成了这样 可是对我们现在有颜色 跟你讲 当然很清楚啊 可是你在显微镜下 你如果只是一般的染色 金色染色或是什么染色 你去看全部都一样 长相都一样啊 所以怎么办 我告诉你 就是这一个学者 去把它这个解开的 他是谁 有没有 他是谁 有看过他的书啊 或是听过他的故事都可以 他是谁 你讲对了 玉米田先知 玉米田的先知 这是一本书 没错 他被封为玉米田的先知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专门在研究 玉米的 然后呢 那个时候的 那时候的科学家呢 都在外面看这个玉米的 Phenotype 只有他一个人是住在玉米里面的 因为他看到了 Ginon基因的变化 他还看到了跳躍基因 跳躍基因 也是他发现的 好 所以这个人叫做巴巴拉的 麦克里克森 就是麦克里克森 他后来有得到诺贝尔奖 我想应该大家应该知道 他也是女性科学家 就是比较被打压 在那个时代 其实女性科学家 不太容易出头 他发现了这个 职隔了大概五十年 还六十年 才拿到诺贝尔奖 各位这个 对一个人来讲 你要活 多活五十年到六十年 不容易 因为如果你死了 就拿不到诺贝尔奖 好 那他怎么样解开 这个问题呢 各位看到 这个是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是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 我要跟各位讲的 就是说 这个 有一个Phenotype 这个也有 另外一个Phenotype 所以 你今天 你看到Phenotype 你说Phenotype改变了 请问一下 你基因有没有改变 谁知道 所以先决条件是怎么样 如果DNA 染色体长相不一样 他就发现 玉米有一个长相 很奇怪的染色体 是有一个头 又有一个尾巴的 这种染色体 那这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如果基因交换了以后 他的头跟尾呢 会散在不一样的地方 染色体可不可以看得到 可以 染色体看得到Phenotype 有没有变化 有 Phenotype变化 染色体变化 一拍一起合 染色体有交换 了解吗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 生物是 所谓的眼见为凭的东西 好 那 我这个 我不细讲 我只是跟各位讲说 你可以从这里面 你可以发现说 它本来Phenotype 是这样子 是这样 可是它经过了 经过了这个 这个 这个育种之后 你会发现说Phenotype Phenotype已经改变了 Phenotype改变了 可是它在看染色体的时候 发现 为什么染色体跟原来的长相不一样 那代表它因为染色体有交换吧 染色体交换 所以造成Phenotype改变 这是我们要验证的事情 Phenotype改变 你说染色体有交换 可是我原本都看不出来 如果长相一样看不出来 可是这告诉你长相不一样的染色体 可以让你去追踪 它是不是真的变化 所以就可以知道说 原来啊 这个Phenotype不一样 长相呢 也会不一样 虽然说你看像这个地方 是跟原本的Phenotype是一样 可是呢 你在看它的Phenotype 跟它的Phenotype 居然也不一样 它的长相也不一样 你看它这个头跟一个尾 可是只剩头没有尾啊 所以虽然它Phenotype有变化 也是没有变 但是呢 它的已经变化 它是配套的 就是有recombination之后呢 才有可能它造成它的Phenotype 这个Phenotype改变 Phenotype也跟着改变 是这样 好不好 所以说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字 关键字要记得 就是Cytological Marker 这个Marker 就是在染色底上面的一个 一个点 还有一个 这个尾巴 它 它会让它们造成说 你可以去追踪它 染色底是不是有交换 造成它Phenotype有改变 好 那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休息五分钟 我们再继续把这讲完以后 我们会讲到 部分的 这个Sex Determination 下一张都比较简单 下一张性感射击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还蛮简单的 其实是什么 越来越来的 最好 越来越多 越来越的